社會人口努力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老年人口的照顧 以及社會上不能不去注意的問題 現在也將成為全民必須共同民 對於結論和科研 到近年之前 封城未婚、離婚、婚後貴姓的中部 割達1642位 將將來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 為了照顧封城裡面的獨棋中架 由一頓愛心人數所發起的愛心 沒有一頓洞 準備一百二十兩三 將三號華山基金會分行愛心天使站 由有愛心的企業跟人數 所以沒有接來三 交給華山基金會分行愛心天使站 由他們交給分行鄉的土地老大人 發起這項活動的雪中如標誌 之前曾經看到一位老人在冠風當中 土腳放棚布就在路邊購買自己煎的漆菜 才發現這麼冷的天氣 沒有千人在新兵照顧的土地老人 要離合過 所以才發現這個無關三的習慣 我們平常日都有在 跟華山基金會這邊做一個聯繫 而且我參加過 在我們分圓鄉的獨居長輩 到華山基金會 參加他們的華山運動會 懶人運動會 以及他們的村遊 還有運路跑 我們都有曾經參加過 那在12月底的 在韓紐來襲的一個白天 我看到我們的獨居長輩 在我店門口外面穿了單寶的衣服 而且他們冷的天氣 穿那麼多單寶衣服 而且鋪著一個帆布 就在那開始賣他自己種的蔬菜跟水果 讓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幫我們的獨居長輩 做一點東西 那我在我這個發想之後 我就協助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葉豐娘理事長 跟我們百勝的老闆 來協助我們募捐這個羽絨衣 因為就是在那個 非人國小的圓圓會上 那個謝店長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支持 謝店長有在做事 因為我們婚人的獨居長輪打拼 我一定要把他支持 所以我就跟一些朋友 專利把他支持 他不夠的衣服 我會全力幫他支持到圓滿 我們這個東令送暖的這個活動 是我們謝店長發起的 然後他在原委會上講的這個故事 我們理事長聽到之後 也是全力的支持 他很熱心 他說只要不夠的部分 他全部支持 全部都算他的 這部分我也是希望說 如果各位民眾如果有這個心的話 想做愛心的 可以一起來我們分圓金馬店 一起來想應做愛心的活動 花三期經費也感謝社會愛心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分圓金馬店的謝店長 他幫我們獨居老人 募了128件的羽絨背心 在這個寒流來襲的季節 我們這些老人家真的很需要這些保暖的物品 所以謝店長一直在分圓支持我們在地的服務 我們希望藉由謝店長這麼的拋磚引玉 然後我們分圓很多企業 都一起來支持我們鄉親住鄉親 希望我們分圓的長輩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並在各領社會 現實村老人照顧的問題 已經是為全民宿藥中式的問題 請中華新聞 北冰臨粉紅蔡紅報道 請中華新聞